- 頭髮不會毛躁 然後分岔的狀況會變少 因為我頭髮很難捶 我每一次搞這個頭髮大概要一小時 所以在待程中至少可以至少減半 頭髮髮我 我覺得有一點保濕的成分 會有彈性的乾 也不會亂翹 對於小朋友來講 它是屬於安全的東西 因為它不會把頭髮吸進去 真的是一分淺一分化 所以頭髮速度也比較快這樣子 頭髮比較柔順比較不會毛躁這樣 吹乾之後頭髮整個是很蓬鬆的 它真的可以去解決掉 髮質上面的困擾 可以降低頭髮毛躁感的感覺 真的差滿多的 音量也不會很大 所以也不會吵到小朋友在睡覺 不毛躁 吹乾之後就很順 就不用用梳紙去吹它 也有蓬鬆感 吹起來的光澤度都很夠 頭髮的蓬鬆度 還有捲度都是OK的 這是以不破壞髮質的吹風機 吹完頭髮以後 我覺得頭髮很順 然後它又有轟罩 就是把頭髮吹得很蓬鬆 還有捲度很自然 然後還有耐摔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非常適合 也不需要再跑去美容院 所以很省錢 然後又省時間 吹了那個以後 其實我護髮產品就用得少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省錢的概念 因為我自然捲 頭髮真的不好吹 它還滿值得的 因為真的是時間跟錢省下來 就是幫我省時間 省錢省得很有質感